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时候张学良已经90多岁了 但头脑仍十分冷静 在谈到两岸关系的时候 张学良一语点出了两岸一统问题关键 在那个年代最核心的两个问题 一是旗帜的问题 挂谁的旗 台湾要挂青天白日旗 大陆要挂五星红旗 二是国号的问题 台湾称自己为中华民国 大陆则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今 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 中国的军事 经济实力 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比起几十年前都有了本质上的提升 在台湾统一进程上所遇到的种种阻碍和困难 也在不断发生转变 今天的中国 手里握着新一代的战斗机 轰炸机 航母 大型驱逐舰和导弹等武器 以及深度全球化的经济软实力 统一台湾不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个真正可以看得见 摸得着的未来 两岸统一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问题 是因国际势力干扰而导致的迟迟未能解决的国家内政问题 而现实问题又和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是内政问题又由于台湾地理位置 地缘政治及部分国家封堵中国 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 因此 这一问题的解决在目前看来显得非常复杂和困难 同时 台湾和南海问题 东海问题密切相关 因此 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切 老话说得好 要问山下路 需问过来人 要想破解台湾问题 这需要惊人的智慧 也需要历史的经验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张学良在30年前 是怎么看待台湾统一的问题 第一 在台湾问题上 张学良始终坚持台湾必须统一 而且是非统一不可 尊严决定于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 地位决定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 有力量才有地位 有力量才不会受他国的欺负 不受他国欺负是国家独立尊严的外部特征 而独立尊严的基础是国家强大 张学良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更深刻的理解 他曾说过 一个国家要有地位 有力量 不受人欺负 非统一不可 曾经中国人没有尊严 在自己的家门口受外国人欺负 原因何在 中国人口不可谓不重 中国军队不可谓不多 为什么不能撑起国家的尊严 为什么保护不了老百姓 问题出在哪里 张学良认为根源就在于国家不统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家不统一 地方诸侯各霸一方互相攻伐 造成国家四分五裂 比方说 郭松林倒戈 这是东北内部不统一 奉执战争 这是北方不统一 直婉战争 北伐战争 这是南北不统一 南方也是一样 和北方差不多 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等等 北方不统一 南方不统一 南北不统一 有点势力的诸侯都在那 为了自身的利益 你争我夺 互相让 结果遭罪的是国人 牺牲的是军人 受损的是国家形象和地位 占嫌疑的 只有一个不怀好意 来中国的外国人 在张学良看来 一个国家要在世界上有地位 在别的国家面前有尊严 让人看得起 国家必须统一 如果国家分裂 混战不断 就不会有人瞧得起你 也不单中国是如此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一样 从历史上看 就看得十分明显 中国在世界上 占得有地位的时候 都是中国统一的时代 中国被人欺负 被人瞧不起的时候 都是四分五裂时期 历史上是这样 中国是这样 现在别的国家也一样 第二 两岸统一虽然困难重重 但其实说简单也很简单 张学良对解决台湾 统一问题的前途 其实并不悲观 只不过要想破解这个难题 台湾地区领导人 需要顺应民意 要敢于拍板 毕竟国家要统一 总得有人做出牺牲 总得有人敢拍板 在张学良看来 两岸统一说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 难在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面子 说简单 如果地区领导人敢于拍板 勇于承担 那就是换面棋的事 对于这点张学良曾经说过 中国的事 历史上的事 你换了棋是那样 不换棋也是那样 不过你换了棋 你算是归属了中央了 你不换棋 等于你在那独立 意志的意义 不在于中央 能不能派兵到地方去 一换棋 标志着那个地方 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你外国就别在我这下屈了 我们和中央之间没有可下去的缝 我们遵从一个中央政府 其实 两岸如果统一了 不仅对中国中央政府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好处 对台湾地区的好处也是十分明显的 最起码台湾在政治上不会孤立于世界之外 在军事上不会处处受制于人 尤其是作为台湾民众 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做后盾 可以以中国人的身份堂堂正正的行之于世界各国 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本来是中国人又不敢报国号 一被问到你是哪国人 就有点不好言表的尴尬 第三 对于搞台独的那些人 张学良经过分析岛情 国情和世界局势之后 在根据历史经验得出结论 搞台独更没有出路 那个时候张学良早就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了 但是对于台独 张学良还是有着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首先 台湾独立不会得到国际社会承认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世界公认的 目前世界上拥有主权的国家有190多个 和台湾有邦交关系的只有20多个 而且都是非主流国家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为唯一拥有中国主权的国家 共有160多个 这就清楚地表明台湾独立是不可能的 其次 台湾独立一定会遭到全体中国人的反对 如果一个地区政府违背民意 强行宣布独立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比如说黄顾屯事件之后 日本首相田中派出特使 试图说服张学良至少可以在南京和日本之间两边耍 但张学良回答的斩钉截铁 你忘了我是中国人 你们日本糊涂啊 国家这样的问题 我怎么能跟你们合作 我跟你们合作了 中国的事情我还做不做了 中国人会怎么看我 还要我不要了 日本人以为搞点利诱给你点好处 给你个皇帝的虚名 你有困难我帮你一下 就可以当他的傀儡了 这种思想结果必然失败 如今台湾和美国之间其实就是这种关系 然后台湾如果真要宣布独立 大陆一定动武 对于这一点张学良非常肯定 蒋介石和蒋经国去世之后 张学良曾经到台湾几个主要的军事基地考察过 看完后得出结论 台湾没法跟大陆比 张学良说 不仅是这些 大陆还有原子弹 可以这么讲 真是大陆使用原子弹的话 台湾整个就没有了 整个就毁了 但大陆不会轻易使用原子弹 不过大陆动武的理由是有的 张学良认为 至少在两种情况下 大陆可以动武 一是台湾闹独立 要是闹得出格了的话 大陆就可以动武了 他引用郝伯村的话说 搞台独就是要2000万台湾人自杀 另一种情况是 如果民进党真把台湾弄得自个儿管不了了 一旦有外敌入侵 那大陆绝不会坐视不管 动武一点不含糊 张学良还认为 大陆对台湾也用不着打 台湾的军队不会跟大陆打的 军队不会帮着那些台独分子 军队是这样 我是维护国家利益的 我绝不能帮着你民进党 第四 两岸问题是家里的事 还是要坐下来谈 和平解决 1992年9月10日下午 张学良在台北首次会见大陆记者 记者问 两岸大多数人民都希望统一 您的看法呢 张学良回答 我也是大多数人之一 目前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很不错的 头一个要把敌意取消 这是最要紧的 问题虽然很久也很复杂 但慢慢来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张学良判断 大陆不会对台湾使用原子弹 比方说 大陆如果使用原子弹到台湾来 把台湾整个毁灭了 对大陆是好还是坏 台湾的经济与大陆关系越来越密切 如果把台湾炸平了 那大陆屠杀呀 他要考虑 蒋介石活着的时候 一直在喊反攻大陆 蒋经国时期提出 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张学良认为 台湾统一不了大陆 这是兔子脑袋上的狮子 明摆着的 说是信仰三民主义 有谁能说清楚 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的老太婆子 整天都嘟嘟囔囔阿弥陀佛 你问他阿弥陀佛什么意思 他不知道 那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多数人不知道 被总理遗嘱就在那被 他的真正意思在什么地方 直到今天 孙中山死都死60多年了 不说大陆就说台湾 台湾是接受三民主义的 你随便抓一个人问问 三民主义怎么讲 八股文章 和牧师在那念圣经八股一样 张学良说 我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坐下来谈 否则各自坚持单方面的国旗 国号不是办法 台湾说我是正统 大陆说我是正统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你不能说 这个是中华民国 那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中央政府啊 我在美国时 问过吕正操 他说政府不能搞两个 台湾是特别行政区 两种制度 武力是不能放弃的 若放弃了 岂不是给外来势力台独分子 以可乘之机 我和他说 这我能理解 不过我认为武力冲突是最不好的 最好是中国人不伤害中国人 从以前到现在 我就一直觉得 不要怕和共产党谈 不要怕和他们比 如果自己强的话 你怕什么 怕就是心虚嘛 过来人到底是过来人 虽然张学良在思考这些台湾问题的时候 已经是整整30年前了 但是放到今天来看 仍旧不过时 可惜的是 张学良已经去世20多年了 即便是没能亲眼看到台湾统一 只要是能看一眼如今中国的强大 对于张学良来说 也一定十分满足了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喜欢欧阳的观众朋友 还请不要忘记给欧阳点个赞 并关注头条历史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